不仅仅是央企,面对医疗防护物资的紧缺,不少民企也伸出了元首跨界支援。 这两天,位于山东烟台的苏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正在紧急调试口罩生产线。 这家公司所属的苏朗集团,原是一家研发设计女装的民营企业,转产口罩已经是他们最近的第二次跨界了。 1月31日,苏朗集团成立紧急工作小组,决定关闭全部女装生产线,成立苏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紧急转产防护服。 要生产医用防护服,技术不是问题,资质却是门槛。 生产线早一秒开动,防护服就能早一秒送到抗疫前线。 那时候已经晚上应该九点半多了,然后我们通过和地方这边行政审批中心注册的, 就是通过网上来沟通,他们也详细地告诉我们怎么来注册。 那么我们和同事一起就把这个注册的资料通过网上申报了。 没想到那天我记得应该是个周天,想都不办公,但是政府这一会儿就特事特办。 第二天上午九点,人事专员余露在行政审批服务大厅领到了新公司的营业执照。 这是疫情发生以来,烟台开发区审核注册的第一家公司,也是流程最快的一家。 医疗防护服务资很紧急,企业要生产这种医疗防护用的紧急物资。 当然我们和企业的心情一样,很着急,希望尽快地帮它办好营业厨。 为它划好后续的手续,顺利开工生产,应得更多的实验。 几乎是同一时间,书朗在微信群里向开发区招商局注点专员发出了求助。 接到求助,开发区招商局连夜发动全区260多家企业寻找无军厂房,最终选定了叶达孵化中心这片1400米的厂房。 开发区的相关部门当即决定,四个月十几万的房租不要了,免费租给苏拉。 总选了三家,前两家的话,第一家的话,对于面积不大。 另外有一家虽然面积符合,但是以前是做电子工厂,马上它得需要重新的除尘,重新的设施的安装。 最终呢,觉得这个厂房呢,就是我们心目中,书朗想要的这个厂房。 前期生产的近30万件,价值超过3000万元的防护服,书朗都捐赠到了抗米一线。 随着国外疫情的爆发,书朗也开始进行国际援助。 第一批援助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20万套防护服已经准备就绪。 因为在疫情防控战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不久前,书朗还接到了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发出的感谢信。 一个国家真的需要一种凝聚力。 而这种凝聚力,政府的、民阴的、各种类型的所有制,各种类型的人,他统统为了一个国家的利益,为了一个民主的利益,共同去做一件事情,才能做得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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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